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偶尔也会购物的AgNormal 我是妹妹 我是大雪 可能很多朋友认识我们 都是通过双十一理性消费的那支视频 然后我们现在感恩节也快到了 黑色星期五也即将到来 所以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不买 这一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购物清单 是的 作为基建主义者 我们平时有时候需要的话 也还是会稍微进行一下购物 但是我觉得今年的话 就不像往年觉得 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然后我要为它准备 列了很长一个清单 需要买什么东西这样 是的 而且其实因为我们今年 黑色星期五的时候 我们会在山里 会在山里旅游 所以我们其实想要买的东西已经 在黑五的前一个星期 各个商家开始打折的时候 就已经下单了 有很多现在都已经到了 因为东西也没有特别多 所以视频应该也不会很长 好 然后那么第一件 我们从大件的开始说吧 我买了一个Dyson的吸尘器 其实这个吸尘器 已经在我的购物清单上 待了两三年了 对 因为我一直都听说 Dyson的吸尘器非常的好用 然后我也用过朋友的 确实是吸力很强劲 自己之前已经有一个吸尘器了 就觉得淘汰一个还有用的产品 去买一个新的产品好像有点不合理 对 然后但是那个吸尘器之前就坏了 然后我跟大学搬到一起住的时候 大学有一个Dyson的吸尘器 对本来也是有一个的 就大概是四五年前买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 可能也没有特别好的去护理它 所以其实它已经完全用不了了 对修也修不了那种 对 而且是在最近的时候 对 就受众正经了 是的 对 所以我就把这个 已经在购物清单上两三年的产品 买了回来 正好它最近 戴森的官网上有一个优惠 不仅是便宜了 我买的是V10的Absolute 就是V10最高级的那一个 它不仅仅是本身是打了折 而且它还送了一个充电系统 就是又可以站在那充电 然后也可以把那些刷头都整理得非常的整齐 而且我们就是试用了一下 就发现确实是可能也因为我之前使用的那个实在是太弱机了 然后试用这个新的就发现 哇好有幸福感 对 就一下就干净了 是就是打扫的速度变得非常的快 然后它又可以吸那个木地板 又可以吸地毯 而且它还可以吸车子 各种各样的角落它都可以吸到 是的 大雪这边买了一个大件 就是一个音响 然后这个音响叫做 的牌子叫做Sonos 然后它的型号是Sonos One 大雪一直想买一个音响吗 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想要看电影的时候 可以通过音响来放声音 这样的话感觉整个空间的声音要更立体 然后更声音更丰富一点 然后这个也是我看了很久 然后想要买的 它有个卖点是就是你买它的这一个音响 它其实跟其他的音响都是可以组合在一起的 所以你可以一开始先买一个音响 然后等你想要升级的时候 你再买一个音响它就变成双声道了 然后你可以再买它的base的那个东西 然后就就你慢慢慢慢的可以升级成一个家庭影院这样 而且他们的控制都是通过手机软件控制的 就没有太多的线的困扰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看了很多音响之后 发现就是这个东西有利有弊吧 这个音响它就是因为稍微大一点 就不像那种特别便携式的那种拿来拿去啊 可以去什么pool party那种音响 它就是还是要插电 然后它是它不是通过蓝牙连接的 它是通过家里的wifi连接的 或者是如果你有就是苹果系统的话 它可以通过这个airplay连接 然后我觉得它音质也蛮好的 但其实现在音响做的都挺好 我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发现它有折扣嘛 就还是在亚马逊上面 他跟我说就如果你连接discover的卡的话 有20%有8折 然后又加上一些就是cash reward之类的反线 所有东西加起来算下来还真的是半价就买下来了 接下来就是关于我们这些频道的一些购置了 对就是我们这个频道是从三月份开始拍摄视频的嘛 然后一开始其实我们两个仪器还是比较简陋的 也就是两个相机 是的一个就是索尼的黑卡拍vlog的时候可以用 对还有一个是一个索尼的A7S是比较老的一个型号了 对所以我们就只有这两个非常之基本配置的相机 然后我们其实录音什么的 大家有时候也能看到就是在用手机在录音 是的 就我们一开始也不想就一下子就投入太多的钱 假如发现后面没有时间录视频呢 或者不喜欢录视频呢 就不想说一股脑就投入太多 但是渐渐的随着做视频做的越来越多 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嘛 看视频的朋友们也会向我们反映 就是有哪些地方可以改进 就例如包括我们的声音 因为我们的房间比较大就回音比较重 对再加上我们有两个人 有时候就是可能话筒就比较对着一个人的话 另外一个人收声就不是很清楚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买了两个这种麦克风 对就在这里 现在就正在使用了 是的 我们另外还购置了一个环形灯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灯 就是用环形灯来照的 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利用起晚上的时间 来给大家录制一些内容 是的 这样就可以突破时间上的限制 是的 让我们更加灵活一点 是的 然后最后的一件就是一个三脚架 之前我们用的三脚架都是一个非常小的那种八爪鱼三脚架 所以它还是会有一些限制 比如说你的想要高度高起来的时候 对 你手边又没有什么可以垫的的话 那还是有一个正常的 稍微专业一点点的三脚架要方便一些 是的 而且这个三脚架我觉得非常好的 就是它有那个杆是吗 嗯嗯嗯 对就是相当于它是可以平顺的移动这个镜头 那有时候就是你手抖的话就是录出来的就非常抖 现在的话因为它有一个可以转轴吧相当于 应该会有比较顺滑一点 移动会顺滑一些 对对对对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移动硬盘 我的那个MacBook又是比较老的款 嗯 然后那个内存也比较小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新的 G Technology的2TB的一个移动硬盘 那以后就可以把视频的文件放到这个移动硬盘里面剪视频了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频道方面的两个科技小白的购入的一些东西 嗯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们以后也可以跟大家做 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下review 看这些东西我们使用的感想是什么样的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反馈一下 觉得我们现在购置的这个环心灯啊麦克风啊效果怎么样 嗯 如果效果不好 我们可能也可以考虑要不要退一下 然后再换一些别的 是的是的是 最后的一部分就是护肤品 我跟大雪合买了一个护肤套装 对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就是套装真的是一个打折的时候的一个雷区 因为很有可能就是出现它的标的那一个什么建议零售价很高 然后让你觉得很划算就去买 嗯 但是其实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踩雷的东西或者你根本不需要的东西 嗯 但是这一次我们看上的呢 是Paula's Choice的一个节日的套装 对 它套装里面有三件东西 其中有两件是我一直想要的 嗯 然后有一件是大雪 大雪也一直长草的一个东西 我们当时买套装的时候还是比较注意的吧 就是确保了每一件东西都是我们想要的 然后再下手 是的 嗯 然后它确实特别划算 因为它打六折 嗯 然后本身也是套装定价就也稍微便宜一点 对所以就真的是很便宜 是的 我觉得就是这种消费还是蛮好的 因为当时我看见妹妹就在那里看 然后就是因为那一只她不是很想要的东西 然后她就有点犹豫 然后我一看这只不想要的东西 竟然是我一直听说很好用很想试的 是 对就感觉非常的很巧 然后就就一起下单了这样 嗯 然后另外的呢大雪还有两两件护肤的购入 第一个是Pharmacy的卸妆膏 因为之前也一直听很多人推荐嘛 而且试用了每每买的那个的之后 真的发现是非常好用 嗯 所以我就在她的官网里买了她的200毫升的 比一般的包装要更大一点的一个包装 嗯 然后正好它也有折扣 也有反线 所以我就毫不犹豫的就下手 嗯 然后但反正在她的网站也只买了这一个东西 另外的一个护肤品的购入呢 是我买了一套CeraV这个品牌 它比较畅销了几个护肤品的小样 就旅行装吧 嗯 然后有四个有两个比较畅销的截面 还有两个比较畅销的护肤乳 因为就是我之前一直很喜欢她的那个PM乳嘛 嗯 然后也听说她其他的东西也蛮好用的 然后我又很想试 但是她这个品牌的东西都包装都很大 嗯 就是你一买就要买一大包的那种 是 所以我就觉得有点有点虚 不是很敢 所以恰好看见有这样一个旅行装的套装 我就下手了 然后拿回来试一下 如果有哪个喜欢的话 可以以后再考虑买大的 嗯 我之前还列了一个购物清单嘛 就是一般来说黑五的时候是比较适合购入 嗯 你每天都在用的 然后可能已经快用完的一些产品 就是例如 假如你是用一个电动牙刷的话 那你可能一年需要四个电动刷头 对 然后嗯 差不多用完了的话可以再买 还有就是隐形眼镜 假如你是用月抛的话 那可能一个一年就要用12副嘛 那假如快用完的话 也可以趁这个打折的时候买一下 对 但是这两个我们查了一下 第一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折扣 第二个是就是我的隐形眼镜 还有一半的囤货 所以就觉得不需要这个时候买了 是的 对 然后我们两个现在也衣服啊 服饰类和鞋子类的产品 我们肯定都是要试了之后才买的 尽量不网购 对 也有可能是试了之后再网购 还是得要亲身试了一下 然后觉得合适了再购入 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暂时都先不买了 是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 这个视频发出去的时候 应该离感恩节已经非常的近了 其实感恩节呢除了买买买之外 更多的它的意义是在于跟家人朋友之间的沟通和团聚 然后感恩节嘛也是很好的表达一个对身边人感恩的这么一个时刻 是的 是的 我们两个都非常感恩大家的陪伴 无论是B站 微博 还有YouTube上的朋友们 感谢大家在我们刚起步的时候一直陪伴着我们 这一段时间也让我们成长了不少 无论你是从一开始就发现了我们还是在最近才找到我们的频道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 然后也给我们留了很多很用心的评论 告诉我们听喜欢我们哪些地方 有哪些地方可以改进 我们都非常的感动 也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感恩节 也记得跟你身边的人表达一下你的感恩之情哦 如果喜欢这支视频或者喜欢我们两个的话 就欢迎点赞 投币 收藏 转发 订阅我们的频道 ActNormal YouTube的朋友可以打开小铃铛收到提醒 B站的朋友欢迎把我们设置为特别关注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视频了 OK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拜拜